朋友们好,现在文字上也不允许讲所谓敏感问题了 今天给大家说说为什么 因为现在在周一届乱象也太多 我曾经在17年就说过周一届的乱象 结果讲了几讲吧 就得罪了很多人 因为这个医学乱象乱到啥程度 你看有些心理专家坚持算命去了 导游的带卖盒份的 老综艺捏绝的 电视节目主持人出书的 不顾正义 女明星卖淫的,男明星代言的 这都是一些乱象 知道不 不过在这个乱象当中啊 他总有一套 说辞 你比如说你的街头巷尾 你看吧,我就常常观察过他们所谓的江湖派 因为我在北京北农贯,我家这多了 人家说的话 他都有些 那并不是你们所知之的 哎呀,成一个手指头 又是三个手指头的 也是父在母币王啊 又是东西路,南北滚,南加利路 又不多远 那都是很低层的 那尤其混迹江湖的 那那些所谓的 那江湖很多 尤其安徽的,河南的最为多 北京,北云关到处都是 农质,融合宫,国字架 这个东西啊 他不管控一下也不行 在网上有钱 是人不是人的都能找学员呀 找学生 七天教会你 这事情是撒淡的 我觉得我今天给大家说啥呢 他给我们看的 周一八卦的挂词不一样 成江湖就碰见我一个 哎呀,人家来 他给人家说一套 他说一套 还很 给打油诗呀 说吃命推来付不清 哎呀,说不用劳碌过一生 平地登靴上酒消 尽通月影上仙桥 他跟人家好 你仔细 我就仔细琢磨我 他咋说 他说你这个命啊 你这个夫妻 很好 他什么样推来付不清嘛 不用劳碌过一生 不用劳碌过一生 说是那那那 轻松的挣钱呗 但是紧接着 平地登靴上酒消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平地的登的靴上酒消 啥意思啊 他可以解释 有好多解释 可以解释 哎呦 你那可上酒庭来月去了 那好 那他人家要说我 我的命也不咋地啊 你看啊 你踏在靴地上 没有根基 那么 基础不稳 根基浅薄 你想一步登天很难 平不清云的 你起初你是有波子的 但是 他说尽通月影上香球啥也的 但是 通过你的努力 是有机会的 那进而他又说 人生不容易啊 他就来来那方面 所以他们这个 是有一定的 语言上的诱惑的 给大家说 讲一下这个 行 谢谢再见